近日,阿联酋官方与法国达成了 针锋战斗机的大笔采购订单 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因为早在之前川普在任美国总统的时候 阿联酋就与美国达成了 购买50架F35的采购协议 但是事与愿违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无限期的暂停了阿联酋F35隐形战机的采购案 根据阿联酋的军方内部人士透露 因为美国要求阿联酋方面 禁止与来自中国华为商务公司继续合作5G项目 而且美方要求阿联酋 必须和美国一道打压中国企业 这是阿联酋方面获得F35战机的前提条件 因为美方认为中国的华为5G项目 对美国打算出口的F35 有存在通讯系统威胁的风险 面对如此的无理要求 阿联酋显得左右为难 因为至今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 中国的5G项目会损害任何国家的信息安全 因此阿联酋不可能上美国的贼船 对中国企业采取无端的打压 这会严重的影响与中国的关系 这一点阿联酋方面是门清的 阿联酋采取了说服美国政府的方式 促进F35军售阿联酋的法案 并且阿联酋方面动员了大量的政客游说集团 对美国政府的一些关键决策人员耳边吹风 意图获得他们的支持能够让阿联酋拿到F35战机 但是仅仅半个月的时间 阿联酋却与法国宣布进行阵风战斗机的采购协议 着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根据外媒的报道 三天前双方签订了合约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阿联酋王储 秦林签约现场参加仪式 此次阵风定 单包括后续的武器配件总数达到了80架 价格为161美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此次交易让阿联酋成为了基法国之后 最多装备阵风战斗机的国家 看来这次美国是压错了宝 针对阿联酋提出的霸王条款 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60多亿美元被法国截胡 不得不说也是一个报应 之前美国和英国联合算计法国 让澳总理莫里森撕毁300亿欧元的法国潜艇订单 转而购买英美基数的核潜艇 法国政府知道此消息后震怒异常 立即召回了驻澳和驻美大使 大家都觉得法国终于硬气了一回 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但没想到的是 不到一星期法国光速投降 众派驻美大使返回美国 意味着法国潜艇大单被截 胡逸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这次法国截胡美国160亿美元大单 可谓是从潜艇事件中颁回一城 法国方面总算能取悲庆贺了 但是仔细分析 此次法国截胡 可能是美国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故意而为之 首先是以色列方面的影响 目前中东国家只有以色列装备了美国的F35战机 碾压周边尤其是速敌阿拉伯国家一众的四代战机 而此时美国却批准考虑出售F35提供给阿拉伯国家 或多或少会遭到以色列或明或暗的抵制 众所周知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美国只不过是拿中国当作借口 阻止阿联酋购买F35战机 这样就不会影响美国与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关系了 属实是两头都讨好 两头都不得罪了 其次是为了安抚法国的交易筹码 因为之前的澳大利亚购买法国和潜艇的毁丹事件 严重的影响了法国与美英澳之间所谓盟友的关系 而现在正是美国全面应对所谓中俄威胁的时候 因此不想再与欧洲的盟友产生间隙 所以此次战机订单就是弥补法国 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损失筹码 这样既让法国获取了大笔订单合同 又让之前造成的负面影响在西方盟友内部被消化掉 可谓是一举两得 当然了 以上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猜测而已 说不定美方是真的被法国截了糊 只是我们多想了而已 西方人讲究一眼还眼 牙还牙 现在就轮到美国人头疼了 法国终于报了一件之仇 阿联酋昨天宣布 他们已经通知美国方面 不买新一代F35隐形战斗机了 按照原来的谈判 这一大批军火 包括50架F35 18架死神无人机 还有其他武器系统 总价值在230亿美元 美国可以很专一笔 为什么不买了 法国人撬单了 按照这位阿联酋官员的说法 阿联酋刚刚从法国打索公司 订购了80架阵风战机 由于技术 运营和财务等方面的限制 做出了停止于洛马公司谈战斗机购买的决定 要知道 这笔F35军购本已是摆上钉钉 洛马公司也是胜券在握 哪知道平地起波澜 就在前不久 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去阿联酋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就斩获了80架阵风战斗机的大单 这笔超级军火大单 价值约在161美元 虽然比美国截胡的澳大利亚潜艇金额要小一点 但法国总算也出了一口恶气 要知道当初法澳潜艇合同 总价值约在500亿美元 被认为是马克龙的重大外交成就 哪知道突然被美国和英国截胡 世纪合同也成了世纪失败 气得法国前所未有的召回了 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 拜登上台后 口号是美国回来了 法国人才恍然大悟 什么美国回来了 其实是美国回来抢法国大单了 但法国人也不是吃素的 所以马克龙最近亲自出马 在阿联酋成功拿下近200亿美元大单 美国后面一紧 也只能默默咽下口水 有意思的是 有媒体还询问洛马公司什么感受 会是什么感受 法国人横插一杠子 气得洛马公司拒绝置评 美国你撬我的潜艇和同 我抢你的阿联酋战机大单 果然是一对好兄弟 另外不得不说 中东国家还真是有钱 一出手就是几百亿 记得当初特朗普当总统后第一次出国 没去欧洲也没去加拿大 破天荒去了沙特 因为沙特出手阔绰 一下子就给了上千亿美元的军火大单 看到也有一些国际团体就痛批 美国你不是搞民主峰会吗 你怎么不针对这些中东国家 而且这些国家还在野门打仗 使用的都是西方武器 你们还真正卖给他们武器 太不道德了 什么道德 嘴里说的是主义 其实都是生意 当然法国你也要小心了 淹不下这口气的美国 回头又该撬你的单了 谁说你80架阵风战斗机的合同 就一定妥妥的了 阿联酋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军事伙伴 该国不仅有派助美军装备 而且也长期向美国采购武器 可谓是美国的大金主 然而美国却强行欺压阿联酋 要求阿联酋在中美之间站队 这激怒了阿联酋 该国已经喊停了 从美国进口武器设备的打算 阿联酋官方在解释 叫停相关巨额军购的原因时 给出了主权限制 成本效益和技术因素的理由 而此前美媒已经猜测 美国与阿联酋之间的这笔军购协议要黄 事实上 今年年初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就曾叫停过阿联酋军购计划 当时拜登声称是例行流程 但美媒却将此事与中俄联系解读 认为美国是担心阿联酋 要向中俄泄露秘密 之后拜登政府又不断操心 阿联酋的国家安全 并要求阿联酋远离中国 远离华为 对于美国的莫名其妙要求 阿联酋不予理会 阿联酋在2019年就决定在5G领域采用华为设备了 而中方也已经驳斥了美方的无力职责 5月还有谣言声称 中国在阿联酋建造军事基地 而美国则以231美元的军售项目威胁阿联酋 对于美国的造谣 阿联酋更加不满了 不排除这一次阿联酋叫停与美国的军售业务 就是要让美国好好反省 中国在阿联酋参加一个码头的建设 美国就能联想那么多 那以后阿联酋还有自己选择的空间吗 而在此次叫停之前 阿联酋方面已经率先出手 和欧洲的法国签了大合同 价值高达171欧元 根据该合同 阿方将向法国购买80架针锋战机 同时还有一批指 升机 阿联酋此举可能也是在含蓄警告美国 这世界并非只有美国能提供问题解决方案 阿联酋选谁家的战机 或者说选谁家的设备 那都是阿联酋自己的事情 美国动不动就威胁 阿联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